最近在网上传出了一个消息 说巴基斯坦还要买中国的武装直升机 因为有人拍到了中国的武之石武装直升机 落地巴基斯坦准备组装是非 不过中国武之石刚到巴基斯坦 这美国的国务院就突然宣布 同意向巴基斯坦出口AHEZ魁蛇武装直升机 这美国突然松口的这个订单针对的是谁 我们都不用猜了 不过我们知道 这个买卖产品的优劣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比起性能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信誉 下面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去看一看 如果碰上一个不靠谱的卖家 这个后果有多么的严重 上个世纪80年代 出于制约阿富汗的目的 美国主动向巴基斯坦推销最新型的F16战斗机 这让巴基斯坦受宠若惊 欣然同意了美国人的好意 与此同时 巴基斯坦也向中国提出进口兼TP的军购需求 希望用高低搭配的模式尽快形成战斗力 然而让巴基斯坦意想不到的是 在接收第一批F16之后 美国却以巴基斯坦研制核武器为由实施制裁 已经支付全部费用的巴基斯坦成了冤大头 而美国不仅拒绝交付新产的F16 还要求巴基斯坦额外支付新飞机的保管费 与陷入难产的F16状况相反 此时中国的歼7米很快交付巴基斯坦空军部队 超高的性价比和出勤率让巴基斯坦空军赞不绝口 那么中国在武器装备出口上 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言而无信 所以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 他很信任中国的这种诚心度 所以他不会担心 如果从中国购买了武器或者签订合同 中国会撕破合同不执行 由于F16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想要通过其他渠道外购新战机 又连连受挫 整个90年代 歼7P几乎成了巴基斯坦唯一的空中卫士 1999年 巴基斯坦与印度再次爆发武装冲突 印度出动大批先进的幻影2000和苏30战斗机进行空中威慑 却发现歼7P实在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 印度飞行员抱怨 歼7P在雷达屏幕上像跳蚤一样乱跳 虽然双方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空战 但是歼7P的出现 使印度空军大量对地攻击任务被迫取消 有一次为了显示是巨资采购的苏30强大的攻击能力 印度派出苏30轰炸巴基斯坦的游击队阵地 当苏30飞到阵地上空的时候 报警系统提醒飞行员有敌人逼近 担任空中掩护的另外两架苏30却还没反应过来 最终苏30只能匆忙掏掉炸弹 多路而走 多路而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